中国人在吃的层面从来不缺创造力和想象力 他们对于美味的相传有着独到的见解 食物在从出土的那一刻到端上餐桌又食 这个过程是精心准备的 它蕴含着勤劳的中国人辛苦的一生 生活在农村的人民一辈子都在和土地打交道 日出而作日落而起 他们对土地有着一种特殊的情感 这种情感从古至今更古不变 埋在了土地里等待着破土的那一刻 这便是藏在泥土里的秘密 为了这一刻孕育了长达数个月 这是季节的馈赠 腊肉炖冬笋是这个时节最为奢侈的人间美味 腊肉要采用风干腌渍过的土猪腊肉 腊味浓 味道醇厚 散发出幽幽的浓香气息 而冬笋稚嫩味鲜 清脆爽口 含有大量的微量元素 以及丰富纤维素 两者的结合简直是天作之和 从山中挖来的冬笋 剥去金色的外壳 洗净露出脆白色的笋牙 水灵痕 切片后和腊肉下锅烧加炒制 小火慢炖 忽面而来的鲜香气味 简直妙不可言 这一锅早上刚刚从竹林间采挖过来的冬笋 经过了食物的传递和转变 成了一种创造性的集合 这种富有想象空间的创造 只能是勤劳的中国人才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